那时候 耶稣给门徒 赐了一个比喻 认及人应当时常祈祷 不要灰心 他说 某城中 从有一个判官 不敬畏天主 也不敬重人 在那城中 另有一个寡妇 常去见她说 请你去踩我的对头 为我伸冤吧 判官多次不肯 以后想到 我虽不敬畏天主 也不敬重人 只是因为这寡妇 常来烦扰我 我要为她伸冤 免得她不断地来救浅我 于是主说 你们听听这个不义的判官 说了什么 天主听到她所造寻的人 日月呼吁 能不为他们申冤吗 她为言辞福听他们吗 我告诉你们 她必要快快为他们申冤 但是 人质来临时 能在世上找到这样的信德吗 我感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